怪物链崛起的大型资料片《曙光》已经正式发售 相应不少玩家又想重温这寒暢淋漓的狩猎体验了 但对于PC党而言 除了游戏性外 游戏的画质和帧数都是决定能否获得畅快体验的关键因素 所以针对这部分玩家 超级客就制作了本期画质优化教程 先不废话直接来看看结果 这是优化前的帧数 这是优化后的帧数 那如果你也想拥有这样的画质和帧数表现 就请你接着往下看吧 这里提前为大家列出了一套优化配置列表 只需要按照屏幕上的设置调整 即可在最小损失画质的前提下 获得最大的帧数提升 那还是简单介绍一下本次测试的PC配置 考虑到怪物链崛起曙光 对硬件的需求不是很高 所以CPU就选用了R5-5600X 内存为16GB的DDR4内存 而显卡则是微星标峰GTX 1060 6GB 画质分辨率设置在了1080P下进行 进入游戏后我们需要将游戏的屏幕模式调整为全屏 以保证显卡的所有资源均是作用于游戏的图形预算 当然也可以设置为窗口边框或者是窗口模式 但这样的话可能会影响一定的帧率稳定性 或者刷新率无法调整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设置为全屏模式下 然后往下走的HDR设定 亮度调整 显示器刷新率 屏幕比例等 这些对于帧数的表现几乎没什么影响 所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调整即可 然后是帧率上限 顾名思义就是把游戏帧率限制在设定的范围内 一般情况下这项都建议设置为无限值 但如果显示器只有60赫兹 并且经常感到画面撕裂的话 那么这项设置调制到60即可 也就是可根据配配显示器的具体刷新率 来进行相应调整 第二是垂直同步 相信不少玩家都在纠结开还是关 而它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了防止画面撕裂 例如在运行实况FPS类的高速游戏时 打开后便能防止画面在高速移动时出现的撕裂现象 而当游戏的实际帧数达到甚至超过显示器刷新率时 垂直同步便会限制帧数为当前显示器的刷新率 以达到比较舒适的视觉感官 但如果达不到便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调整现象 而帧数与刷新率差距越大则调整越明显 这个时候则需要关闭垂直同步 那考虑到崛起并不是高速运动游戏 并且也需要展示帧数的变化 所以在这里就选择了关 调整到这里准备工作就算是完成了 接下来进入实际的画面优化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崛起预设就拥有高中低三个画质选项 其中高画质选项 游戏帧数大致在90帧左右 中画质选项游戏帧数大致在175帧左右 而低画质选项游戏帧数大致在200帧左右 但相较于前两者画面相对模糊 而为了较小的实际画面来提高帧数 所以这里就选择了高画质来进行调整 然后打开下面的图形细节设置 可以看到目前使用的显存为3.98G 占比5.54GB差不多71% 所以还是可以调整部分选项 第一个影像品质 这里一共有150% 100%和70%三种可调 每个级别对画质和帧率的影响都十分巨大 调小帧数上去了 但画面会变糊 如果是显卡配置不高的玩家 可以选择70% 如果是追求帧数的玩家 可以选择100% 如果没有以上需求的话 选择150%即可 然后是高分辨率纹理 这项主要是增加物体表面模型的高清化 开与光安帧数差距在5帧左右 所以建议保持开 而后的纹理过滤 主要是解决地面房屋等贴图的纹理失真 包含高中低三个级别 但对画面和帧率都只是细微的影响 所以建议选择高 接着环境光遮蔽 开与光的帧数差距在15帧网上 属于帧数影响较大的设置 同时打开之后画面会略微变暗 所以建议这个选项可以选择光 往后走的阴影品质 包含了高中低三个级别 每档差距在6帧左右 但对于画面的影响十分小 所以这个选项建议开低档就好 动态阴影选项主要是渲染数目等部分物体的阴影 正常跑路和收集时帧数波动不大 但遇到较为激烈的战斗场景时 关和开的差距会在10帧左右 所以这个选项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设置 这里比较推荐关 装备阴影选项对于帧数影响非常小 所以可以保持开不变 切换模型显示以减轻预算压力选项 目前测试出来 开与关帧数的影响都非常小 而后的网格品质分为中高两档 但对帧数的影响也是非常小 所以可以保持高不变 接下来抗拒尺选项 拥有TAA加FXAA TAAFXAA和关四个级别 每档相差在7到8帧左右 但选择FXAA和关的画面 相较于选择TAA加FXAA和TAA的画面 确实狗牙要更加明显 所以为了保证画面 这里可以选择TAA模式 可变速着色率 对于帧数和画面的影响都非常小 所以可开可关 植被摇曳 同样对帧数和画质的影响非常小 但为了保持真实感 所以这个选项尽量开 动态模糊选项 顾名思义 画面在运动时会变得模糊 而标准强与关 大致差距在6帧 所以这个按照自己的需求设置即可 这里推荐选择关 再往后 镜头积变 剑晕效果 景深 胶片颗粒和各种滤镜等 均是作用于显示效果上 只有景深开启后会降低帧数20帧左右 所以这项都可以选择关闭 好了 到这里就算是全部设置完毕了 如果要对比此前系统默认的高画质选项的话 帧数大约上涨了25帧到35帧 所以各位玩家还能够接受吗 欢迎发表你的看法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 那些对于画面影响较小 但对于帧率影响较大的选项 比如环境光遮蔽 音频质等 都一定要设置为关闭 反之则而开启 而如果嫌单独设置每个选项比较麻烦的话 也可以打开NVIDIA GeForce Experience软件 进一键优化 然后再进行手动调整 这样一来 虽然PC比不上NS的便携性 但至少在画面和帧数上 能够获得更好的游玩体验 除此之外 由于怪物令人崛起 本身对PC配置的需求就不算太高 所以有PC掌机的玩家 也可以尝试在掌机平台 使用以上设置 来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 我们此次测试的显卡为GTX 1060 在以上画面设置下 可以保持高画质的同时 获得130帧的稳定帧数 但比起怪物令人世界而言 崛起在画面上的选项设置 其实并不算太多 所以优化的操作还算比较容易 若大家还想看其他游戏的画面优化 欢迎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上分享 说不定下期视频 就是你想看的游戏优化哦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 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T强 我们下期再见